昨晚有205宗是核酸檢測陽性的個案 另外有142宗是快速測試陽性的個案 總共的陽性個案是347宗 今天的個案裏有12宗輸入性個案 其中有5宗是昨天抵港人士 坐在兩班機的 有3個坐在CX252 有2個坐在SQ882抵港 今天又多了少許的學校復課 有13宗是新的陽性個案 就是學校報告給我們聽的 有11個都是快速檢測陽性的 有2宗是核酸檢測陽性 總共都是13個學校 即是一間學校有一個 影響了10個學生和3個老師 那11個快速檢測陽性的個案 就有9宗是今天檢測陽性的 那9宗裏面有7個都是星期一翻學 另外那2個是今天應該開學的 不過就沒有回 他們最後一天翻學是1月的 演奏 感谢观看